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Demo Lecture Information Session Information Session包括兩部份 一部份是給大家打問一下關於CF Exam的特質 另一個也要介紹我們的課程 我會負責上半部份 會通過簡介和Demo Lecture 下半部份我同時Krissy會負責介紹課程的大綱 這是我的背景 我本身在2004年拿CFA 從現在離開超過10年 我應該是2007年,2006年開始在Captain教 這裡都教CFA班 我少數香港老師三個級別都會教 我上半年就教Level2、Level3 下半年就會教Level1 好,我就很快地介紹一下CFA 其實如果大家看書傳短片 其中一個短片是CFA Institute設計出來的 CFA Institute其實這幾年裡 有很多Promotion of CFA的Certification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譬如信報的時候 不時都有CFA的廣告 其中一個東西 它就說是Gold Standard CFA是Gold Standard 這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問大家問題 譬如像香港會計 會計有甚麼認證課程 會計 會計 CPA 還有呢 ACCA 還有呢 對了對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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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Financial Planner 香港有甚麼CFPA 還有呢 Financial Planner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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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Financial Planner 有甚麼 剛才我跟CFP 還有呢 答案很多 原因就是 差不多每一個工種 都自己的 Financial Planner 包括了銀行 譬如銀行的 Banking Institution 即Institut Banker 有自己的 Financial Planner 的 Financial Planner 保險也有 保險也有 然後你看到很多 軟校都會運行自己的 program 所以 Financial Planner 也是很多很多 的 Financial Planner 但唯獨 Financial Analyst 這麼久都只有 CFA 我想這件事 是一個很unique 另外一件事 剛才的影片 也講到 為甚麼CFA 相對 這麼值錢 原因也是 因為是很難考的 這是事實 稍後會講多一點 難考 也不是很多考試 你基本上 讀完六科就拿到 很多人讀完六科 都拿不到CFA 但你講到 Essential Knowledge 我都很同意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你留意一下 香港 最近一個大發展 就是胡廣通 經常講到 香港A股化 這也是事實 但問題是 我自己看到 香港的從業園 在金融裡面 很多時候 不全球的 看一些東西 很地區 知道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很缺乏世界觀 其實也挺糟糕的 我覺得香港的角色 基本上是中西融合 但問題是 我經常覺得 香港的很多金融從業園 不是說你們的 金融從業園 很多時候 難聽到西方世界也不熟 中國也不熟 問題是 香港股股沒有用 股股不升 大家知道 看一些高股股票 每次都不行 所以就變成 很多時候 股票升也不知道 什麼原因 股票跌也不知道 如果大家 都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 在iMoney那裡 寫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今個禮拜 禮拜六都會寫 其實我最近在想 我其實在想 寫些甚麼 每個禮拜 寫很煩 想寫的 會是發我夢的 因為我寫的 很慢 我在想一個主題 其實我也很想寫 我想寫一間公司 其實我想做一個對比 其實 對比就是兩間公司 一間就是無線 一間是迪士尼 一間是迪士尼 我想說 其實如果看回 迪士尼 我想說 很多香港人 都不批評迪士尼的股票 其實迪士尼的股票 在這幾年裡面 已經升了五、六年 做得非常好的股價 每年都不斷升 30、40% 30、40% 當然有原因 看我這篇文章 會解釋一下 但是很多人 我就覺得奇怪 這麼好的股票 反而買在TVB 那些不可以的股票 我經常覺得TVB 真的不可以 公司又不可以 但是香港人 就只認識香港的股公司 其實香港公司 老實說 很多質素是挺差的 所以我想 在這段時間來講 香港人要國際反 但是CFA會幫助你 去解釋這個世界 另一件事 要說到 就是 Global Network CFA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都覺得挺有趣 例如 大家知道 在星期六 就會有CFA考試 很有趣 全世界很多人考CFA 考份卷是一模一樣的 全世界考同一份卷 變成跟很多考試不一樣 例如你剛才說 CFP CFP其實全世界都有 但因為每個地區的法律 是不一樣的 例如CFP裡面 一部分港級法律 稅制那些 每地方的稅制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是地區 香港的稅制跟內地 跟大陸的稅制 跟美國的稅制 完全不一樣 但是CFA是不做 Localization的 基本上就是一套 它是很Universal的考試 而且這十年裡面 CFA是tried to make 考試越來越Global 就是一套的standard 其實當它盡量 以前 譬如我考的時候 CFA是相當美國中心的 U.S. centric的 所以你懂美國的東西 但其實現在不是的了 現在其實都很Global 它將美國的部分 按得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所以Global是抬高了 所以這也是它的特色 那些知識 其實是很著重Global的 不是地區性的 另外一件事 Global Networking 都重要 譬如CFA很成功的地方 每個地區都有些Local Chapter 即是支援CFA的操作 香港Local Chapter是HSFA 這些Chapter其實之間 都有很多的聯繫 例子 例如香港的Chapter 會訪問上海 上海要下來 訪問北京 其實很多的交流活動 都可以透過這些Chapter 去增長你的Global Networking 剛才講到 CFA是有幾難得獲得的 這個證據就是這裡的 看看這裡 這裡就是全世界上年考CFA的人數 21萬 全世界 包括Level 1,2,3 但是根據官方統計 歷史以來 其實Chapter是12萬3千個 我其中一個了 即是12萬3千個 即是說 其實雖然 考人多 記住 只是上年考 但實際上考得到 拿到Chapter的人 就不是那麼多 不要說這麼遠 看香港 香港去年 根據這裡說 六千多位考 六千多位考 請留意一下 近年大家知道 很多內地人在香港考 這個不算的 不是很多人 如果是星期六 去機場白立港考試的時候 經常發現很多都不是香港人 都是內地人 因為內地有個傳說 which is not true 內地有個傳說 就是說 香港糞捲比較淺 理論上 應該是同一糞捲 其實是同一糞捲 所以很多同胞 都會在廣州 深袖下來香港考 很有趣 但無論如何看得到 譬如去年 香港人 拿香港身份證 那些六千三百人考 但也是 其實全香港的 譬如是六千四百個左右 計算了這麼多年 拿到譬如是六千四百個 所以這個考試 找到幾十年 但實際拿到人 不是那麼多 留意一下 現在21萬裡面 有四萬是中國大陸的 現在20%的同學 考生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我考的時候 在這麼多年前 我考CFA的時候 看一個名單 通常最高還是美國 本土人 就是美國人考得最多 接著是英國 接著傳統就是 香港、新加坡的地區 基本上 我想那時候 我考的時候 完全沒有中國大陸 不知道排到哪裡 那個名單是沒有他的 但當然這十年裡面 就有很多中國大陸的人 去考CFA 但Good News是 其實內地 CFA Charter Holder 不是那麼多 全中國十三億人裡面 只有三千多個 所以其實 都很值錢 在內地 如果大家想到內地發展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即是很多地區 包括深圳 如果可以儲存到的話 是送錢的 是政府送錢的 上網查看 真是真事 是送錢的 是 有些職業的資料給大家 其實你手上的手提出 DG比較舊 所以你會給一些新的資料看看 基本上 一個字 哪人考CFA 一般就是 Investment Related Investment Related 當然 Investment Related 這句是很廣的 非常廣的 老實說 你可以是一個炒家 都是Investor 都是 但基本上是 一些Investment Related 的工種 這裡講到包括了 CFA裡面 有22%是PM 就是基金經理 有14%是Research Analyst 有7%是公司的總裁 我自己本身來說 就是Risk Manager Hedge Fund 這裡佔大概5% 我想留意一件事 就是RM和Sales & Marketing 就是Sales的工種 原因是這樣的 希望大家了解 其實現在香港的 其實投資產品越來越複雜 譬如說有一個滬港通 然後再將來來說 可能會更複雜 其實很多人說 你幫人投資買股票 其實是不行的 只是買股票 現在很多 簡單來說 股票賺不到錢的 幫一個公司 因為股票的日子 知道香港的佣金 股票多少錢 要收佣金 就是要財一個股票 收多少錢佣金 要財 要財證券 是 Anyway 大概20元左右 所以現在 你這樣跟客人做股票 是沒有人賺到錢 簡單來說 是完全賺不到錢的東西 所以 還是要做一些比較 複雜的產品 例如結構性產品 一些衍生工具 甚至是債券 那些的 profit 會比較大 所以 變成 那些銀行 面對的產品 複雜性 是高了 所以變成 他們的 knowledge level 都會高一些 OK 哪些人請 CFA 包括了一些基金公司 就是 iBank 以及 一些 商業的工作 包括了保險 包括了 Purfect Bank 那我自己 就在Hash Fund裡面工作 就是這6% 基本上 都是一些 最主要的employer 都是一些大的銀行 包括大熟悉的 匯豐 炸大合中銀 那樣 那我就 走得很快 那我就想 去一些最近 這些是最新的 posting來的 我給大家看看 那 那 這些是 剛剛放上去 這個是網上找出來 那是十一 十一日之前 那這份是 City City 金花旗 那是一個 Research Associate 是一個找技術 那它沒有一定要CFA 但它也說CFA是 prefer 可以網上 這個是recruit.net 就是 誰都去到 OK 那 那 那這一份呢 就是BlackRock 如果大家可能不熟悉BlackRock 希望大家也熟悉 BlackRock 不是 這間不是 BlackRock 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我做一次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你認識的那些全部都不是最大的 這間最大的 是BlackRock 來的 那 譬如這裏 就請一個 product strategies 就是這樣 那 那 基本上是看整個 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 good news 是 based in 香港 但是大家看到 她說她的 team 是 based 是 located amount through Asia 包括東京 和西尼 那 我不詳細說 自己去上網看 但是 看看 sql and qualification Degrees in business analytics and quantitative MBA Other advanced degrees and or CFA destination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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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A的重要性 這是 BNP Paribas 發巴 Office 在IFC 這個請了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請留意 不是analyst 簡單來說 是做marketing 簡單來說 是做sales 他也說到 要代表 brand 就是幫發巴 那裏 advancedor 你代表發巴 去sale他們的product 應該來講是 sales 這裡看看 very good knowledge of financial products CFA is a plus 亦都是 highlight CFA的好處 講完這份 有幾份 這份 MSCI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最近最熱的新聞 問A股幾時入入MSCI指數 就是MSCI 他請了一個 Equity Applied Research 其實挺high level Director ED grade 已經是很高的 是基於香港 留意一下也是 Graduate Degree In Finance 甚至尋找PhD Financial Engineering Economics CFA is a plus 這樣 不如來一份 local一些 這份 這份 UBS 這份是中銀的 中銀請了 Senior Investment Strategist Investment Strategist 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 serve high-end client 因為基本上 在銀行的架構裡面 可能大家知道 每個client 有一個RM serve relationship mana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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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有gatekeeper 角色 就是他去serve客 keep maintain關係 最重要是 借錢給客 銀行借錢給客 當然想做一件事 就是投資 基本上 這樣才可以負完輪轉 這個角色 Investment Strategist 基本上 不是直接 就是客 其實是幫助 RM 去serve 那些quiet 所以我們不是 own the client 只不過是幫RM 去serve 那些quiet 就會給他一些 investment suggestion 也都 看來這裡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CFa 先和我說到CFp CFA 會 be an advantage 好,我都提示了一些公众,這些都是剛剛上傳的,一天就高,都是剛剛一天的 請留意,最近的財產市場市場也挺好的,因為市場也回來了,最近的成交量也有幾千億 最近的市場也重新,所以公众也多了很多 這些是舊的,所以大家可以避免了這些,是上年2014年的 很快講講考試,蘇先生想知道如何取得調查 你報名的時候,他問你是否大學畢業 如果你不是大畢業的話,他要求你是四季的大學生 你要大學生或者是最後一年才可以報名考試,不然他不讓你報名 你要調查的話,就需要四季工作經驗 四季工作經驗呢,基本上就是 professional work experience 他說 does not need to be investment related,見仁見智 其實他也是跟investment的關係,其實應該是跟investment related 只不過就未必需要fond line 其實是變得很廣的,很大的 range 難聽到那句話,你做銷售,股票經紀一樣 都是investment related,你賣保險都是investment related 所以其實是挺廣下的,基本上就很難找不到 criteria 考試呢,考試就是三個level 大家知道,level 1,2,3 level 1是比較特別的,一年offer兩次 6月,是今個星期六,然後是12月 如果大家想考CFA的話,最順利就是10月考 即是假設大家不打算下星期六考,不打算下星期六考 應該是在家裡讀書 10月考,然後明年6月,還有最後6月考,level 2,level 3 這個就最順利了 三個level level 3我不說,因為其實遠了一點 你發現了在CFA裡面,很多人就算讀了level 1,level 2 都是只見到一棵樹,見不到樹林 即是只見到一棵樹 很多人問他,CFA讀什麼呢?他讀很多東西 很多很多東西,那你讀什麼呢?他答不到你 因為他拿不到一個big picture CFA Level 1, Level 2是讀了一樣東西 所有東西圍繞著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valuation 就是股值的 你可以幫層樓股值 你可以幫股票股值 幫債券股值 幫股票市場股值 甚至來說,你可以幫 比如在level 2裡面很大的 topic 是房地產 包括房托股值 和你住家的帕文股值 都是全部CFA裡面學的 所以這是level 1和level 2的主題 所有的1和2基本上圍繞著這個主題 level 3那樣東西 我就不說了 但level 1和2是很清楚的主題 為了幫助你去做valuation level 1和2是覺得你要懂一些東西 去幫助你去做valuation 分成兩部分 一些是background 一些是basic的東西 一些是valuation tools 請留意 對我來說 level 1和level 2 其實讀是一樣的 是同一個版塊 即是同一個餅 只不過有些東西 就是level 1讀完 level 2繼續讀下去 所以level 1和level 2 你問我 是同一個餅 其實分界是很fake的 就不是說level 2 一定是深的level 1 其實不是的 只不過 level 1還沒讀完 就level 2繼續讀 很快地講一講一些 所謂叫background的一些材料 Econ 很簡單 基本上經濟好 船就會升 經濟不好 船會沉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怎樣也要明白 經濟的概念 譬如貨幣政策 譬如現在經常說QE那些 一定要明白 量化寬鬆 那些其實是影響證據市場的 就是這樣 concept是計數 如果大家當初有些 我都不敢說一件事 不如concept 就是計數 在level 1裡面 就有些time for money proprietiy sadistics 那level 2 一個很重要的 topic 就是regression 記住 CFA有個好處 CFA是assume 你什麼都不認識的 簡單來說 當然你認識是數很多 但其實它都深入一個 基本的概念 譬如在sample Taccount 開始說起 我不知道代裝了誰 就是accountance CFA的Taccount 可以說起 accountance 所以本身 其實 當然 你認識英文 但其實它對你的 knowledge requirements 其實不是很高的 然後FRA 就是很大的 topic 就是accounting 很簡單 你unless公司的時候 你要看他們的帳 譬如你要知道公司賺錢 賺錢從哪裡來 以及earning driver 一定要看一看帳 所以就在level 1 和level 2裡面 都很著重過accounting 那level 1裡面 還有很小的 topic 就是Coffify Coff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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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topic 例如level 1裡面 就說如何去做 capital budgeting 如何計算個cost of capital 甚至一個很熱的 topic 就是如何派適 公司賺錢之後的派適 叫divided policy 然後就進去做valuation 包括了equity fixed income duratives AI 和portfolio management 留意到 其實在level 1和2 說fixed income 是相當重的 其實level 原法來說 Coffify 較fixed income 更多於equity 當然 大家有簡單的問題 大家知道嗎 這個世界 債市大一點 還是股市大一點 你覺得呢 債市大一點 大家知道 債市大很多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香港基本上 債市 是不存在的 沒有這樣的存在 是相當落後 和相當小的 企業股票市場 所以在債市方面 香港其實是有些限制的 為甚麼 我會說多一點 但你留意一下 其實level 1和2 其實講了很多fixed income 大家想起 equity analyst其實是錯的 其實CFA講 債市比股票更詳細 特別是level 3很清楚 1、2、3加起來 講了fixed income 會很詳細 這裏講的考試方式 multiple choice 很簡單 3個小時上午 3個小時下午 9至12 2個小時吃午餐 下午3個小時 總共考240題 即早上120題 下午120題 所以CFA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除了考你認識不認識之外 就考你快不快 因為如果你將240 除了6個小時 分判了一題 我經常跟我說 如果問字題的話 認識不認識就不認識 問一個定義 認識不認識 認識不認識就罷了 但計算題 要花多點時間 所以變成計算題 要很熟悉的方式 基本上不可以讓人想 你差不多看到方式 看到問什麼 是CFA出來 就把數進去 有三選一 現在是三選一 很多人問 如何為之pass CFA 這個很大學問 因為CFA的passing 有一個Keyword 我想答對一下 就是passing score NPS 英文是passing score 因為CFA又不是Line Curve 又不是一個passing score 例如70% 不是這樣的 是一個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的方法 遊戲是這樣的 它首先出了份卷 到這個時間 它就會邀請一些CFA Charter Holder 去美國 因為CFA的總部 在Virginia 叫它找到酒店裡 給你一份CFA的卷 你不如做了它 然後告訴它 到底合幾個題 會pass考試 你告訴它 所以這叫做survey approach 就是它是survey 那些Charter Holder 你覺得要passing 那份卷的人 應該要做合幾個題 所以如果那份卷深 的話 那你的passing score 就會低一點 譬如這樣死心 60%也叫pass 如果是淺的話 可能會高一點 但anyway 其實passing score 大概是65至70之間 65至70之間 其實不是70 低一點 所以我跟很多同學同學說 如果你自己練習 做一些課程的時候 目標是70% 如果達到70% 你就會很碰一下 但實際的passing score 就低一點 其實不是70% 但如果你就 不要認識那麼低 當然了 70%就可以了 目標是70% 那Level 1的passing score 大概是 passing rate 不是passing score passing rate大概是40%左右 好 這些就是 講錢的那些 就回到Chris 講了 我就很快地 做一個demo lecture on fixed income 我們都未必 整個關系都未必講完 我想選幾個題目 而已 Faced income 對香港的學生來說 是比較困難的題目 原因就是 香港的債市 是相當不蓬勃的 是不蓬勃的 是不蓬勃的 不蓬勃的 我想給我一點 背景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的原因 我想問 全世界最大的 債券的issue是誰 發債的人是誰 全世界最大的 美國政府 為什麼 最大的債券發行人 對 莫財 我想問你 香港政府有沒有財 對 那發什麼債 如果香港公司 都能夠套 長和系 例如李嘉誠 地產股 每天都貸貸 就不得了 你有沒有留意到 恆地經常買回自己的 shares 錢多到地步 沒有東西做 買回自己的 shares 所以香港企業 基本上是很多錢的 你沒有這麼多錢 就發不財 你不發債 沒有債市 香港沒有債市 原因就是 香港 由上面到政府 下面到民間 都是 基本上不缺錢的 不知最近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一天收三個電話 問你要不要錢 銀行打給你 問你借不借錢 就收到我閉電話 我發現香港真的很多錢 銀行水浸到地步 停打了三個電話給你 問你要不要錢 環境裡面 你什麼都發債 你這麼多錢 但是好在呢 所以香港政府經常說 發展債券市場 一直都不成功 因為基本上 它自己都不發 發不鬼 它自己都不發 不像美國 美國政府都發 民間都發 整個債市都出來了 但是香港不發 但是好在多謝一件事 多謝偉大祖國 因為偉大祖國 香港莫財 偉大祖國 香港就不缺水 但內地的企業都很缺水 特別是民企 所以幾年前 大家知道 很多民企在香港發債 就出現了點心債市場 這個轉据點 這個是Catalyst 因為這件事 香港才發出債市 如果沒有這件事 香港是沒有債市的 因為香港企業基本上 沒什麼需要發債 是大把錢的 但是好在 因為內地的企業 在香港開始發債 那就變成了 令到香港衍生了債券市場 很多投資者 第一次買債 不是買香港公司的債 是買內地企業的債 例如阿居樂 中石油 去買那些債券 因為那些公司真的可以缺錢 所以這裡講到 在發債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 就是考慮一張債券 第一個問題是發債的人 這方面其實 內地的債市很大 內地的債市大到無比 所以好看來 如果內地的發行人 是多於這很多 其實這裡只是一個 基本上 在中國大陸的債市 幾年之間超過全世界 因為基本上 真的挺莫財 缺錢的 這裡講到哪些人發債 第一個是合作企業 sovereign government 就是主權政府 通常是說中央政府 為什麼呢 很簡單 譬如中國這樣 除了中央發債之外 其實地方很發債 所謂的sovereign government 就是地方的政府 包括了省 包括了市 這個是quasi government entities 這些半官方機構 最簡單來自香港 就是地鐵 地鐵是quasi government 或者譬如機管局 機管局快要起洗衣服口 又是莫財的 就是有法債的 那些是quasi government quasi government quasi government有個意思 就是說 雖然 譬如機管局發債 安不安全 就是 你現在出事嗎 你現在出事 為什麼 是的 政府照著 就是quasi government 雖然 但是呢 嚴格來說 基本局是一個獨立公司 它不是政府機構 不是都不需要 用香港政府 可以發債 其實它是屬於私人公司 就是legal status 但是呢 它出事難得 香港政府不夠它嗎 基本上不用怕 它債是香港政府債 這是quasi government 地鐵 但是同樣的例子 例如 譬如 什麼事件局 什麼事件局 全部都有例子 都是quasi government supernational entities supernational entities 這個 很快會來的亞洲投行 亞洲投行就是這個 叫supernatural 就是一跨國機構 大家知道亞洲投行 希望大家留意新聞 習大大 很推銷 通常是一些跨國的機構 SB 我暫時不說 現在才說 當你買了債券的時候 你要問一下一些問題 第一 就是什麼時候到期 就是什麼時候到期 就是Tracy date Tenner 記住 因為債券 在西方世界裡面有幾百年歷史 如果真的看一些書 其實挺精彩的 其實經常都說 為什麼英國 一個這麼小的地區 英國 大家知道其實歐洲很小 但是可以的影響這麼大 可以打贏拿破崙 可以打贏很多的國家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英國有全世界最大 以前 英國的政府是很成功發債的 變成英國可以很厲害 把資金集中在英國 所以我想說一件事 不是說歷史 但是先別的點是 債券是發生了很久很久 所以很多的詞語 其實是很有趣的名字 不知道哪裡來的 但是因為歷史的傳統 現在看來沒有意思 但是是歷史的原因 Tenner 還有多久到期 是兩件事 2-day什麼時候到期 Tenner還有多久到期 是兩件事 是兩個概念 例如 例子 今年5月10 譬如 那張債 今年10月到10月 浪費後到期 這個就是2-day 還有多久到期 就是Tenner 譬如還有6個月 我們是Tenner 其實是差一點點 是 債券有很多種分類方法 很多種的 其中一種分類方法 就是什麼時候到期 幾場到期 一年以內的那些 叫Money Market 一年以上的那些 叫Capital Market 即是資本債券 和Money Market Power Value 或者Face Value 就是到期 拿回幾本金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債券 現在這個時候的價錢 是可以Above 或者Below Power Value 即舉例子 現在債券 Power Value 100萬 你買回來 是105萬 這個叫Premium Bond 雖然你買回105萬 但到期 issue答應給你100萬 反過來 那張Bond出95萬 那叫Discount Bond 到期issue答應給你100萬 不是95萬 所以由於 那個特別 就是債券 是Market Trade 所以價錢 可升可跌 就是Above 可以升 Above Below Above 就叫Premium Below 就是Discount 那債券 就有一個叫Coupon Rate 這個很重要 那就是利息而已 譬如3利息 4利息 5利息 那你每年收的 那個Coupon Payment 就是Coupon Rate 成為Power Value 剛才的例子 100萬 那Coupon Rate 不利息的話 那你會收回 一年5萬元的利息 就是guarantee的 但是issue答應 我想問大家 有一樣東西 前一陣子香港症 或者不是前一陣子 錄到的法 香港不是有些叫Eye Bond 的東西嗎 那留意到Eye Bond 是一年派多少次的 幾次啊 是的 Eye Bond 一年派兩次的 但轉移了 Below 有兩個比較慣例的 一個就是香港和美國那隻 加拿大都是 一年兩次 但是呢 很多地區 譬如日本 歐洲 只有一年一次 所以你也知道 這個也是你需要做投資 才會知道的 不是到那天 就是想著收息 收也不會收 因為你買錯了 那張Below 因為那張Below 是一年派才認識的Below 所以就有個QPon Frequency 當然 也有些債券 是一年派四次認識的 我也見過 但是你買的時候 你會知道這件事 到底那張Below 是多久派才認識 那 currency denomination 很重要 你買債券的時候 就知道它是甚麼 currency 應該不會錯的 但是你前一陣子 香港很受歡迎 人仔債券 現在因為人仔跌 所以沒有人去 但是前一陣子都很熱 大家搶去買人仔債 Dual currency bond Dual currency bond 有些內地企業 會發這類債券 是有的 但你問是否很流行 就不是 就是這樣的 它的本金 就是比美金 但是派息是派人仔的 就是它的本金和派息 是不同 currency Dual currency bond 是有的 但是很多也不一定是 不是有的 有些 bond 是叫bond indenture 因為 bond 是一張法律文件 簡單來說 我是issual 我發學人 你是投資者 你是我的債主 很多時候 為了保障債主 公司會答應你做一些事 保障你的利益 這些就叫做 confidence 我把法律文件 叫indenture confident 分成兩大類 affirmative affirmative 就是我要做一些事 目的保障你 我要做某些事 最簡單的事 最簡單來說 就是我要賺錢 我一定要賺錢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如果理論上 譬如我設定了一個 pover margin 例如 pover margin 是20% 如果低於20% 的話 你可以逼我還錢 因為你回來了 confident 你還錢給我 你有這個right 所以死都死 把法律文件出來 保障水平 negative 就是不准做某些事 去算是利益 最簡單的事 就是變賣資產 因為你不是信我 你信我的資產 如果把資產賣光 有什麼保障你 所以不准你賣資產 這個就叫做 negative confidence 這裏就是一些美國的分類方法 美國的分類方法 但其實都跟香港有關係 其實一些分類方法 就是看哪個問題 相對起 最簡單的美國 用美國的例子 那些美國公司 在美國發債 叫做domestic bond 這個例子就是微軟 微軟或者蘋果 在美國發債 那些叫做domestic bond 那front bond 就是一些公司 在美國發債 例子 譬如滙豐 在美國發債 滙豐在英國公司 這個就叫做front bonds 那一個很有趣的字 很有趣的字 就叫做euro bond 請問大家 你這個euro bond 是什麼 currency 呢 那uro bond 其實是1960年開始有 那是waywayway before euro 的 因為euro是1990年才出現 那uro bond 其實呢 它是一個通稱來的 是一個general term 譬如說,一個 entity,在一個地區發債 但不是用地區的自然貨幣,不是本地貨幣 當然,例子就是很久以前,很多公司在歐洲發債,發美金 其實歐洲特別是倫敦,很多公司在英國發債,倫敦發債,是現美金 大家知道,倫敦的自然貨幣不是美金,是英鎊 但你也知道,全世界有很多美金,香港有很多美金 大陸有很多美金,全世界都有美金,所以發債很容易 簡單來說,在倫敦發港幣債是很難的,倫敦有港幣 但美金債,很多公司和企業都有很多美金 所以這個市場就是這樣出來的,就說,開頭的時候 很多美金公司在歐洲發債,發債現美金 這個完全不是歐洲的自然貨幣 之後,這個字就通清了 反正,換句話,任何機構在地區發債,不是現地區的貨幣 這個就叫euro bond 所以嚴格來說,很多中國企業在香港發債的人貨幣 其實都是euro bond 因為香港不是用人貨幣,是用港幣 港幣,即是人貨幣不是香港的自然貨幣 所以有些字都用到,比如euro yen,euro dollar 這個字出來 euro dollar就說,就是將美金的債幣 但不是在美國發行的,這個就叫euro dollar bond 我有些過關了,我想說一下 比如說secretized bond,我想說一下這件事 時間關係,我不會全部說完 如果大家留意一件事,如果留意內地的發展 其實內地很有趣,要不做就超英安美 很快就很快,要不做就很快 如果留意新聞,內地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債務問題 債務在哪裏呢?一個在銀行那裏 銀行有很多壞的資產 另外一個呢,就是一些Loc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很多時候子公司有些壞的資產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是幾年的 而且資產越來越多,有些壞的資產越來越多 如果你留意國內發展,近幾個月 中國猛講一件事,就是資產證券化 簡單來說,就是把銀行也好,或者政府也好 把資產包裝成證券,賣給投資者 簡單來說,銀行不想要的東西,你幫他拿去 你幫他拿去,這是一個概念 證券化意識就是把一些資產,通常都是不良的資產 賣給投資者 當然,理論上就是深入優惠 資產值50元的,20元賣給你 基本上就是幫他獲取資產 這個其實是一、兩年內很大的發展 所以我經常說,中國是由零去到有 它起步是很快的,即是它起步很快的 這個securetized bond,你就要issue一個叫SBE SBE是一些子公司,我不詳細說 剛才說過,投資者就要買這些securetized bonds securetized bonds裡面包括了資產 因為資產裡面很多是有現金流的 現金流流到投資者手上 當銀行把資產賣出來的時候 銀行基本上是把資產斬出來 就算出來出事的話,也要投資者出事 銀行就沒有了風險 這個就是銀行想做的事 即是它現在基本上是太多些東西 它不想見到,就投給你們 其中一個例子,我不會逐個說 其實就是credit card receivables 在美國是一個很大的項目 credit card receivables 不知道大家留意這件事 香港有些銀行很小間的 但出了很多credit card的,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香港的銀行不是很大間的,但出了很多credit card的 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譬如匯豐出了credit card,很明顯 就是這麼大間 但其實香港的小銀行都出了credit card的 例如我留意到大新銀行 知不知哪個?大新銀行知不知哪個? 其實大新銀行就快速出了credit card的 大家知道大新銀行本身不是大銀行 其實都相當小的 問題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credit card的操作 credit card的操作簡單 要先幫你賺錢 你賺錢的時候,是銀行幫你賺錢 然後你欠一個credit card公司的錢 問題是這樣的 如果一間小銀行的話 它哪裏有這麼多錢幫你賺錢? 譬如大新的Case,不是很大間銀行 他猛出他的credit card,很多人賺錢 假設你不是賺錢的 很多人會欠缺錢的 所以小銀行的話 如果假設你是一個卡主 你不賺錢的話 其實現金流出的問題 因為你不賺錢的話 他還不能借出去 他的credit card的意思 就是把那些Credit card的應收賬款 包裝成借據賣給投資者 所以如果投資者賣的時候 就會賺錢給銀行 銀行就會拿錢再借出去 貨易輪轉 其實在香港相對比 這個市場不是很大 原因是香港銀行 一般都是大銀行 香港全部都是大銀行 匯豐拿蛋不需要做這件事 他本身有大量的存款 用不著去賣資產 但在美國不是一樣的 美國都是小銀行組成的 小銀行就需要 一些credit card 賣給投資者 收回錢再借出去 這些全部都是 所以其實在未來中國 都會快速出現 美國中國做已經快很多 因為香港中國 是沒有金剛局的 快很多 沒有金剛局的落後 金剛局比落後的 大聲都可以 好 我就不全部講 講多一件事 先講多 我想講多一件事 看看他的slide 這個多少 這個slide多少 好 看看這個 下次再加個slide number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那這個slide 剛才提了一件事 提的一件事 就叫做i-bonds i-bonds也有說 i-bonds也有說 就是invation-linked bonds Payment是連結到CPI,就是香港的通貨膨脹指數 消費者廠商膨脹指數 這個Inflation Link Bonds其實分成兩大類 香港是這一類,就叫Interest Index 即利息是同通脹掛勾,就是香港這一類 但美國是另一種玩法 美國這隻叫Capital Index 美國的本金是跟通脹掛勾的 是本金跟通脹掛勾 因為美國的Inflation Index Bonds 美國是很長的,美國法是30年的 如果30年,問題是一樣 如果你的本金不是隨著通脹上升的時候 那你100萬,去到30年後就不值100萬,就少了少錢 所以美國的本金是會隨著通脹上升的 但香港的I-Bonds,大家知道只有兩三年 所以它就沒有做到Principal Adjustment 它就adjust了QPON 但美國的QPON和本金都adjust了 其實美國才是完全的Inflation Hedge 香港一半 其實是香港一半 OK,先看看 先看看 OK 先說多一件事 我想說多一件事 converted bonds 其中一件事 其實香港也有的 就是CB converted bonds CB是一個hybrid 就是股票和債券 它就有一個 好像債券一樣 有一個QPON 有本金 但它就會有一個 rights給那些投資者 可以將債券轉股票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將債券轉股票 最簡單的例子 本金是一千元 譬如說 一千元的本金 可以轉十股 或者是股票 就是一千元的本金 可以轉十股 或者是股票 這叫converted bonds converted bonds converted bonds的好處 當然對投資者來說 就是簡單來說 不升的話 就當 bond 拿著它 到期 如果升的話就轉股票 所以對投資很吸引 對公司也很吸引 因為對公司的好處 就是 因為這些converted bonds 利息會低一點 也會減低借貸成本 所以有一點是 Win-Win situation 唯一的不好處 就是對股東不利 因為當你converted into shares 就有dilution 稀釋了股東的權益 唯一的輸家就是股東 因為如果dilute的話 就對股東不利 真是exercise的話 所以到這裡 我就想停一停 看看這個問題 基本上大家知道 債券是很多種類 所謂的big picture就是 我就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關於CFA考試 或者關於剛才的 課題有什麼問題